大家五秒之内 如果你猜到这些黑色的水晶是怎样分配呢 什么品种呢 我送一条给你 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好黑仔 没钱没运闲呢 身边还有很多小人 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和你的七轮阻塞有关呢 你通了七轮之后 能量激活 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愈望就很容易显化了 在十一月的水晶机会七轮班 我比较sir就会教大家怎样做 我比较sir也帮大家去通七轮 想改变你的人生 快点报名吧 今年的七轮班是完全全新的 你想都没想过的 很厉害的 黑色水晶 辟邪党灾 去小人化病器 大家都知道 这个桌面有六种不同的黑色水晶 大家知不知道哪个品种呢 好了 这里有六条黑色水晶 我给5秒大家 大家可不可以猜到呢 5 4 3 2 1 咦 看来应该都应该知道答案 好了 我逐条逐条跟大家介绍 首先这条 重了一点 这个就是黑色水龙珠 一般我经常说 黑色一般是要 首先要说戴右手 戴右手 这个可以辟邪党灾 化小人去病器 大家要记住 黑色水龙珠一定要有师傅加持开光 才可以 记得你买的时候要有衣服 如果不是是没有功效 没有这个磁场的 它是比较 特性 重一点点的 还有呢 摆上手呢 它的光疾是比一般亮的 还有反应是比较强一点的 好了 这里讲了 到这个呢 大家见不见到呢 是戴一些灰色的 甚至乎有些是有眼睛的 这个是什么呢 没错了 就是黑瑶石 我们都叫做火山的玻璃 那它的功效呢 亦都是可以去小人化病器 但是呢 大家要记一记 它只是一年货仔而已 或者如果你经常遇到负能量的朋友的地方 可能只是半年左右左右 你就要回归大地了 它比较轻一点的 带一些灰色的纹路的 或者是眼睛 好了 另一条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在这一两年就很流行的 金蚊石 有名银线石 大家看不看到呢 有什么特别呢 没错了 光泽 还有呢 我要拿去给大家看 它可能会有一些线形的 为什么叫银线石呢 见不见到呢 有星纹 或者是有些银色的线的 见不见到呢 灵粒粒 有反光的 很辣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金蚊石 或者叫银线石 重量呢 和这个呢 黑腰石差不多的 轻一点的 好 另一条 哦 好了 这个呢 咦 为什么又没有纹 又会轻的呢 好了 这个呢 就是黑壁锡 黑壁锡呢 比较实心一点的 是带光泽的 它也都是帮助呢 化病气 有个功能呢 如果身体不是太好呢 带右边 可以将你身体的问题呢 可以将它呢 吸纳 还有呢 这个可以呢 就比较长得久一点的 就不用说一年那么短 OK 好了 这个呢 咦 这么多条啊 醉牙色的呢 咦 还是轻一点的呢 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刺石物 它也都非常之好啊 如果身体关节啦 有痛症啦 或者睡觉质素睡眠一般的 好了 我建议你戴在右手 长期戴着 洗澡当然不好啦 睡觉都大了 这个呢 改善睡眠质素痛症非常之好啊 好 最后啦 大家猜不猜到呢 它有一些纹的 好像一些一片片一片片的 这个是什么啊 黑龙精啊 咦 这个名 咦 龙啊 龙呢 龙呢 是代表吉祥啦 也都可以代表啦 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咦 如果你带了它呢 你会有一个勇气啊 咦 和呢 表达能力呢 可以激发你的潜能啊 咦 所以它的名呢 叫做黑龙精 它的功效呢 就可以令到你有power 令到你肯去表达一个能力啊 咦 大家 现在 现在知不知这六条的功效啊 是不是每一条都不同呢 咦 大家记得 尽量啦 咦 这些是要带右手的啊 带右手啊 那么呢 就可以帮到你的啦 再celana一人和大家且订阅 我喜欢我的 lead 我爱甚麼啊 流程